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合成生物学就是这样一门 人类面向未来各种不确定性的一门颠覆性的技术 其实我们人类一直都在不断地走在认知生命 通过认知生命来调控生命 理论上来讲 用合成生物学 用细胞 我们来可以创造万物 合成生物它一定是双碳目标下绿色制造的底层支撑 大家好 我是EcoTalks讲者王瑞妍 我来自于华西生物 华西生物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 同时是一家生物活性材料的制造公司 那么华西生物这几年也发展了合成生物学 所以今天非常荣幸 我来参加先见未来合成生物学的分场 来分享我的一个主题 合成生物技术 支撑生命健康的可持续 就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 我的朋友圈推广比较多的一则新闻 是复活猛马像 我好多朋友来问我 这是真的吗 瑞妍 这个技术是怎么实现的 我给他们讲 这是十几年来 科学家们一直想去干的一件事 他们就希望把灭绝的物种重新带回来当下的世界 来改变地球上现在无法解决的环境问题 气候变暖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其实现在的亚洲象 是最接近于蒙马象的一个物种 那哈佛大学George撤士他们 通过对亚洲象23头的基因测序 然后呢 从西伯利亚发现的一种保存的 蒙马象的一个动存物里面 提取一些DNA 通过比对两个DNA之间的差异 将蒙马象中的将近60个基因 组装到这个亚洲象当中 使着亚洲象逐渐长出像蒙马象的样子 有它的体重 它的毛发 它的身材 大家就在想 这是不是一个逆进化的过程 那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不是我们就会阻止物种的灭绝 或者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抵抗衰老 所以这个过程一直是我们科学家们也不断探索的 其实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 早期的时候 科学家是通过物质的分类 包括动物 植物 还有微生物来研究一个个体 而随着17 18世纪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出现 大家把个体下沉 把它打开看它里面的细胞 还有它里面的组织和器官 那随着组织学 胚胎学的发现 一层一层的下波 我们就来到了细胞内部来研究 那随着19世纪 20世纪 蛋白质结构学 生物化学的出现 到胞内物质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我们可以来发现代谢路径的调控 以及疾病产生的原因 最后到了21世纪基因工程技术的出现 我们把这种人类遗传的物质 密码籽进行改造 所以看到我们生命起源于细胞 一步一步过往的历程中 我们是从个体到组织 到细胞 到代谢途径 再到基因 自上而下的研究 然而今天科学家们在想 我们能不能自下而上来改造 这就是当下的合成生物学 在系统生物学的帮助下 一个自上而下的过往研究体系 和自下而上的现存的研究体系 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再加上今天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 使得合成生物学的技术不断地突破 不断地被应用 所以用这一技术和过往的研究 我们发现 其实我们人类一直都在不断地 走在认知生命 通过认知生命来调控生命 比如说巴斯福发现的 病原微生物来启发我们人类 创造一些疫苗来抵抗疾病 还有后来的 包括弗莱名的抗生素等等 那到了调控生命的阶段实现之后 随着工程化技术的改造出现 我们逐渐可以来改造生命体 然而改造生命体 还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今天通过一些数字化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方法 我们也能够来设计生物 实现一个数字化的细胞 尤其是在半导体 合成生物学的这一块 所以通过设计生物体 改造生物体 创造生物体 来实现我们今天更好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 那合成生物学就是这样一门 人类面向未来各种不确定性的一门 颠覆性的技术 过往的生物活性物 传统的方法 我们都是通过植物提取 动物提取 用实用化工的来源 来转化形成化学合成 合成生物学 它就是在一个系统生物学的基础上 结合工程学 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方法 来采用高通量的筛选 还有网络调控新技术 来创造和改造现有的新的生命体 和创造新的生命体 那么通过改变原有的生命体 或者创建新的生命体 也就是我们说的细胞工厂 来获取我们人类生命健康 所需要的物质 比如说将生物基的原料 玉米淀粉 以及结杆这些材料 用细胞工厂 它做一个转化的车间 实现一个生命的转化 合成我们所需要的物质 那么理论上来讲 用合成生物学 用细胞 我们来可以创造万物 一方面通过这些创造 来进一步了解生命的基础法则 另一方面通过这些创造 我们用细胞工厂 也可以生产一些 对我们健康更好的生物活性物 比如说最近华西生物 在研究的透明脂酸 以及抗衰老的一系列产品 麦角硫因 还有白黎如醇等等 那合成生物学的概念 是从2000年开始真的形成 这个生物学领域的一支概念 那过往的20年里 合成生物学技术 实现了一个高速的发展 因为作为一个交叉的学科 他不断汇聚着其他工程学 统计学各个领域的知识在这里面 其实看过往的20年 合成生物学的发展 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是2000年到2005年 在这个过程中 基本上还是把基因的线路 到代谢工程的路径当中 实现细胞的改造和转化 那最典型的案例呢 就是美国科学家Jay Kingsley 把合成氢酵素 潜体氢酵酸的路径 在大肠杆菌作为底盘中 进行表达 实现这株大肠杆菌 能够合成氢酵酸 那么合成生物学的基础 大爆发的发展或者增长 其实是在05年到2010年 在这个期间 这里面一些基因元件 包括基因组装的技术 以及合成生命体 第一个生命体 人造生命体的技术 就诞生了 随着而来 一系列的文章 一系列的专利 也逐渐衍生出来 而到了10年到15年之间 合成生物学随着工程技术的发展和演入 使得它应用于生物化学 生物化工或者能源领域 来解决问题的方案 逐渐应用到医疗领域 比如说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 卡提细胞疗法 可以带给我们新的一个 抵抗癌症或者治疗癌症的 一个新的基因疗法 还有一系列体外诊断的技术 而15年到20年 或许我们在座的感受最为强烈 为什么合成生物学突然间就爆发了 这是我们科研圈的人 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 这五年的时间 随着资本的涌入 社会的关注 时代的发展 再叠加疫情和我们对双态目标 未来人类真的要可持去发展 这样一个大的趋势所趋 合成生物学就这样爆发出来了 那么合成生物学 它的技术都包含哪些呢 在本质上 它的使能技术层面 包括基因元件 基因的合成 也就是DNA合成 还有基因编辑技术 以及把这些元件 基因片段进行组装的组装技术 以及把它放入到底盘细胞中 用大线模型测算 等等这一系列系统的工程 这样一个创新的工程化的平台 它赋能给我们传统行业当中 所遇到的壁垒 应用到我们的环保 医疗 农业 食品 信息 可持续 等等各个领域当中 相信今天我们这场分享 后面各位的演讲者 都会给大家来做各自领域 合成生物学深度的详细的分享 那在此我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介绍 首先呢 合成生物学可以合成新的材料 来缓解这些塑料污染和环保的压力 我们知道塑料产品到2050年 预计将增加到大约60亿吨 占全球碳预算的15% 而塑料垃圾占海洋垃圾也将近85% 所以到2040年流入到海洋里的塑料污染 将增加近三倍 那么每米海岸线大约将会有50公斤的塑料 那过会儿呢 我们蓝金生物的小伙伴 我们的讲者将给我们来分享 用合成生物学的方法 来创造一种可降解的材料 它能够快速降解这些海洋和土壤中的生物材料 同时可以作为海洋中动物的食物被利用 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塑料污染问题的解决方案 那第二个案例呢 就是用合成生物学来助力医疗健康产业的发展 刚才我们所讲 从2010年开始 合成生物学逐渐从生产生物机 或者是化学材料能源问题 转变到医疗领域 那合成生物技术制备的生物传感器 也逐渐被应用到体外诊断 体内监测 以及疾病早筛当中 同时呢 另外一个通过合成生物学技术来改造免疫细胞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卡尔T疗法 它可以用来作为肿瘤细胞治疗的一个新型的疗法 同时可以使得避免细胞因子的风暴的出现 所以合成生物学有望开创一个智能生物诊疗的新时代 那第三个方面 合成生物学在农业领域当中的应用 那通过合成生物学技术来改造作物 来提高作物的营养价值 比如说降低小麦中骨蛋白的含量 以及通过光滋养生物系统来作为生物生产的平台 使得它的光合系统 光利用率等等逐渐的升高 以及减少肥料的使用 在作物当中建立功能固碳酶 然后使得养分充分地被利用 那合成生物学助力人造食品产业的发展 这一点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朋友已经听到很多 我们常常最近讨论的 听到讨论的比较热的 就是人造肉啊 人造奶等等这一类的概念 那前阵子我跟我的妈妈说 我说我们也要开始做人造肉 人造奶的概念 然后我妈妈说 人造的 现在还有没有不是人造的东西出现了呢 我说错误了 我要给你改变这个观念 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联合国粮食组织通过他们的预测呢 到2030年 中国的农产品的缺口将达到9000万吨 其中肉类将缺口达到3800多万吨 所以这个肉类以及农产品的不平衡 逐渐逐渐就会突发和爆发出来 而用合成生物学的方法 它也可以转换这些生物机的原料 用细胞工厂来创造和生产我们的人造食品 比如说人造肉 人造奶等等 那合成生物学还可以拥用到信息科学领域 作为DNA存储技术 这两年也逐渐地逐渐地 一些新型的公司也出来 那么用这个ATGC四个剪辑来表示 原来用零和一来表示的内容 可以大大的提高数据存储的密度 那可以使得这个容量进一步地扩大 还有一个颠覆性的技术呢 也是使得我们中国在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 再一次荣耀一下的 就是这个中科院天工所 等一下也有老师会讲到的 利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的技术 那么这个技术真的实现了 从空气变面包成为一个可能 那使得在包内固定二氧化碳 转化成淀粉的十一个步骤 在大肠杆菌或在底刨细胞中进行表达 然后呢合成的这个淀粉 和自然界合成的淀粉的结构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 改变了一种生产方式和生产模式 那我们可以无限地放开畅想 未来可能把农业生产模式 转化成用工厂来生产粮食 或者生产淀粉的一种模式 所以说合成生物 它一定是双碳目标下 绿色制造的底层支撑 那华西生物呢 是作为一家生物活性物的合成公司 我们通过不断创造 能够提高生命质量 增加生命长度的物质 为人类的健康提供可持续的发展 那我们也在开发一系列的底盘细胞 来生产生物活性物 来助力我们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比如说华西生物现在立足于 全世界舞台的重磅产品 透明脂酸 那么目前华西生物可以用 一代的发酵法规模生产 实现产率达到17克每升 而利用合成生物学技术 可以实现我们的透明脂酸产率 达到73克 今天已经做到74.1克每升 这样的一个质的突破 就是用合成生物学技术带来的 那相信未来用合成生物学技术 我们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活性物 让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鲜活的 让我们人类都能够健康美丽快乐 谢谢大家